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,你的订阅、点赞、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,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。 出了很多畅销书,听到书名饥饿的盛世,你可能有点好奇,都饥饿了,还能叫盛世吗?别着急,来看副标题,乾隆时代的德语诗。 这本书呢,讲的是乾隆皇帝做的好和不好的地方,好的一面是说,乾隆时期政治十分稳定,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,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,成就了盛世。 而不好的一面是国富民穷,虽然国家GDP高,但百姓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很贫穷,所以呢,书名叫饥饿的盛世。 这本书用全景式的视角,给大家呈现了乾隆盛世的繁荣,同时也揭开了盛世这层外皮,让你看到背后的危机。 说到乾隆,我们都应该挺熟悉的,热门亲公距离,他和他爸爸雍正出场率是最高的。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,乾隆这个人特别幸运,尤其是姬魏特顺利,而且呢,经过他爷爷康熙和爸爸雍正的管理,到他手里的大清,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。 但是读完这本书,我发现,乾隆其实也挺难的,难在哪儿呢?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? 上学的时候,经过一番努力,成绩从六十分涨到八十分,甚至九十分,很容易。 但是这之后呢,再想往上升,特别是升到一百分,就很难。 乾隆呢,大概就是处在这个九十升到一百分的阶段。 这本书中提到了乾隆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提分措施。 当然了,这些措施有好有坏。 好的比如鼓励开荒、减免农业税、减轻了农民负担。 但文字预告得人心惶惶。 我觉得全书最精彩的内容是在政治部分,也就是乾隆是如何和他的臣子们斗智斗勇的。 尤其是书中对乾隆和张婷玉君臣交手几个回合的详细描述,展示了乾隆的政治手腕。 毕竟,搞定了手下人,他的其他政令才可以顺利地执行下去。 这段故事呢,后面我会详细地讲到。 今天我就通过三个部分,为你介绍乾隆的施政手段。 第一部分,你将听到,突然继位的新皇帝是如何笼络人心,巩固权力,顺利接班的。 第二部分,你将听到,乾隆对大臣的态度是如何从宽转延的,以及他的处理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。 第三部分,你将听到,晚年乾隆发生了什么变化, 以及当时的大清是如何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。 好,第一部分,我们先来看一看乾隆刚刚当上皇帝时,遇到了什么问题,他是怎么处理的。 乾隆继位很顺利,没有发生手足相残竞争皇位的激烈冲突。 康熙、雍正也都暗示过,以后乾隆是要继承皇位的。 但是呢,顺利也有顺利的难,就是这个皇位来得有点猝不及防。 因为雍正死得太突然了,乾隆给自己的心理建设是四十岁甚至五十岁在继位。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,他爸只当了十三年皇帝就去世了,让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就能登基。 这个时候的乾隆呢,既没有来得及在朝中经营人际关系,又没有过挂职锻炼经验,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登上了地位。 毫无准备的他,该如何坐稳自己的地位呢? 是靠新官上任三把伙,树立自己的威信吗? 不是,乾隆选择了亲民路线,他感受了自己父亲严苛的政治,令臣民十分压抑。 所以呢,第一件事,就是转变雍正时期的严酷风格,宽宜待人。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,最让人嫌弃的恐怕就是争夺地位时对兄弟们的残酷无情。 大哥二哥都被他监禁致死,八弟和九弟被废为庶人,最后被秘密处死。 其他宗室被杀、被关、被流放的,更是不计其数。 这冷酷无情的做法,连他自己亲儿子都看不下去了。 所以呢,为了赢得皇亲国亲们对自己的支持,乾隆决定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。 继位一个多月后,几乎所有在楚卫斗争中被开除踪迹的人,都恢复了皇室身份。 这个举动,一下子扫除了皇室、王宫贵族们对雍正乾隆这一支的怨恨之情,让乾隆赢得了他们的支持,也让朝野上下见识了这位新皇帝的胆量和气度。 亲戚关系处理好了,还要争取大臣们对自己的效忠啊。 雍正对大臣们的错误是,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,官员们日子不好过,成天提心吊胆。 而乾隆呢,非常宽厚仁慈,把那些雍正时期受罚过重的官员都释放了。 比如,因为延误军机,被判死刑,但还没来得及处死的大臣,乾隆通通释放。 已经被雍正处死的文字玉要犯,人就不回来了,那就释放他们被流放的家属。 没想到吧,后来大兴文字玉近乎疯狂的乾隆,在未初期,居然还对文字玉罪人如此的大发慈悲。 在雍正的对比之下,乾隆的这些举措显得更加宽人温和了,于是呢,又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。 就这样,乾隆在毫无准备就继位的情况下,靠和父亲唱反调,赢得了人心。 单光有好名声还不够啊,要想坐稳地位,还得提防有人篡权。 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熟读史书的人,乾隆非常清楚有哪些地方需要防范。 比如,防范太后和外妻干政。 我们都知道乾隆是个大孝子,对太后非常好。 去泰山玩带着太后,下江南也带着太后。 但是在控制权力这方面,她对太后是毫不留情的。 有一次,太后只是提到了有个破庙让乾隆出钱修一下。 乾隆表面虽然答应了,但内心非常不高兴,把太后身边的两个太监骂了一顿。 从此以后,太后不敢再多说一句。 又比如,架空皇族权力。 雍正留下了遗嘱,让乾隆重用庄亲王允路、裹亲王允礼、大学是厄尔泰和张庭玉这四个人。 但是后来乾隆设军纪处的时候,只把厄尔泰、张庭玉设为了军纪大臣,却把两个亲王呢,排除在外。 比如,加强对太监的管理。 太监们说话声音大了,贪睡了,迟到了,都得挨几十大板子。 乾隆呢,还规定太监们只能使用秦、赵、高这三个姓氏。 为的就是,时刻不忘秦朝时太监起家的赵、高、祸国的教训。 但是,上面这几种政治势力还不是最重要的。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? 是防范权臣和彭党。 因为皇帝行政,离得开家人、亲戚和太监,却离不开大臣。 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两位大臣,厄尔泰和张庭玉。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啊。 通常来说,美代君主刚上任的时候,都要打击一批旧臣,用一批新人,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。 但刚刚继位的乾隆,非但没有打击他们,反而对这两位大臣十分尊重,甚至有点依赖。 他自己有事外出的时候,就让他们俩处理日常国务。 但这俩人的关系不太好,于是呢,慢慢就形成了两个帮派。 乾隆很敏感啊,看出了彭党之争的苗头。 那他是怎么处理的呢? 先集中精力打掉一派吗? 不是。 刚刚继位的他采取的是,既不使一成一败,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。 比如,当时有个大臣叫张兆,那个收集了清代皇帝们的顶级书画藏品的诗曲宝籍,张兆就是主编之一。 本来啊,乾隆想让他填补刑部侍郎这个职位的空缺,相当于副部长。 但正好那段时间,鄂尔泰有事没来上朝,只有张庭玉一个人在皇帝身边。 张兆呢,又和张庭玉关系好,还打过鄂尔泰的小报告。 所以,乾隆就担心,是不是张庭玉故意引荐的张兆,培养自己的势力。 最后呢,就没有用张兆,而是改用了别人。 乾隆就是这样,小心翼翼地在两派之间维持平衡。 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事,必然要杀掉大批官员,这样呢,就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损失和朝廷证据的失衡。 这对于刚刚继位的他,显然是十分不利的。 可见,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能处理好自己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,还能利用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来约束和平衡。 总结一下,乾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继位,采取了和雍正相反的执政风格,宽以待人,拉拢人心,然后呢,从各个方面采取防范措施,防止篡权平衡党派之争,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 接下来,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看,当自己的位置稳固了,乾隆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新问题呢? 其实啊,经过康熙和雍正的智力,到了乾隆继位时呢,大清对内没有天三人祸,对外也没有战争和威胁,一副国泰民安的景象。 可以说,乾隆首拿一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好牌。 面对这样的开局,乾隆并没有安于现状,而是打算大干一场,要把九十分提到一百分。 但是这单靠他一个人肯定是完不成的,所以呢,他还需要一支好用的官僚队伍。 但是,刚继位的乾隆的宽大温和,却助长了官员们的惰性,大臣们出现了半不成事,政务堆积,贪污腐败的情况。 读书的时候啊,乾隆也受了儒家思想寻陶,也是有做姚舜仁君的理想的。 但是大臣们的现实表现让他很失望,他感觉到大臣们就是蹬鼻子上脸,给脸不要脸,甚至连儒家经典也大多是空话。 其实啊,在乾隆刚继位不久,他就看出了朝中官员的贪腐问题。 有一次,公布写折子说,要修理太庙里的灯,要申请三百多两经费。 乾隆时期一个一品文官一年的工资大概也就一百八十两,修个灯要三百多两,这明显就是大臣们要捞油水了呀。 但是三百多两对皇家来说,那就是九牛一毛啊。 有人统计过,乾隆时期皇宫每年支出都在一百万两之上。 所以,公布官员们都以为,这么一件小事,皇帝肯定不会在意。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,新皇帝对待工作非常认真,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,但是他从头到尾一字不漏,于是这事就被乾隆发现了。 他就问,修个灯,用得着几百两银子吗? 公布官员们习惯了在皇家工程里多支银子,自己呢都没当回事,就含糊其词地回奏说,这是玉支银,将来呢会按照实际的金额,再把剩下的钱交回来,多退少补吗? 这样解释呢,隔一般人也就过去了。 但乾隆不是,他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,早就查遍了公布档案,发现一直就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。 这下公布官员们无话可说了,整个公布衙门全被降罪,要么被降级,要么被调用,最轻的也被罚了工资。 乾隆通过自己的谨慎认真,让大臣们见识到了年轻皇帝的厉害,我可以礼待你们,但别想蒙骗我,工作上出了差池,我还是要办你们的。 那个时候啊,乾隆刚刚继位,权力呢还不稳,所以对大臣们的惩罚相对较轻。 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,让乾隆彻底放弃了刚继位时的人后风格,开始严厉整顿励志。 那是在乾隆十三年,这一年孝贤皇后去世了。 孝贤皇后温柔、娴淑又懂事,乾隆对她的感情很深,所以呢,孝贤皇后的死对乾隆的打击很大。 她要为皇后办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。 但办事的大臣们接二连三地犯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,比如给皇后册封嗜好的诏书和印章都做得特别粗糙, 丧礼上用到的桌子和食物都不干净,等等。 这让乾隆非常生气。 再加上当时四川地区出现叛乱,乾隆派兵征讨,这在历史上呢被叫做金川战争。 金川战争打得很不顺利,让乾隆火上浇油。 在皇后桑礼这件事上,就有将近一百名官员受到了乾隆的处罚。 乾隆还把金川战争中的三个负责人,庆父、张广四、乐钦通通处死。 其中的乐钦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,而且还是乾隆一手培养起来的首席军机大臣。 从那之后,乾隆对大臣们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,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,对犯错大臣的处理也越来越不留情面。 比如,乾隆四十岁生日那一年,通常来说,皇上大寿的那一年,死缓犯一律是不处决的。 然而乾隆却宣布,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不在这个不处决的范围里。 你看,他宁可破坏自己生日的喜庆氛围,也得把贪官处死。 对待大臣,乾隆还有一个挺特别的观点。 以前的皇帝都期待有明臣辅佐自己,特别害怕出现奸臣。 但乾隆不这么认为,他觉得虽然奸臣不好,但是明臣的出现也不是什么好事。 大臣突出了,就意味着军权的低落。 明臣的出现,往往表明国家有危机了。 张廷玉就是雍前时期的明臣之一。 我们可以从乾隆和张廷玉军臣交手的经历,看出乾隆对待大臣的态度。 接下来呢,我就给你讲一讲这里面的故事。 张廷玉在清宫剧里的出场率也很高,因为只要有雍正,基本上就会有张廷玉。 他是雍正最信任的汉族大臣,做官四十年,从来没有犯过一次错。 雍正那么多疑刻薄的一个人,都在遗嘱里给他背书,说可保其始终不渝,让乾隆放心用。 就这样一个人,到了乾隆朝,还是感到了一丝两意。 他发现,这个年轻皇帝实在是太精明了,比他父亲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? 他就想赶紧退休,收拾布盖卷回家。 按理说,人老了精力不足,退休呢也是符合常理的。 但乾隆认为,大臣们都是要给他干到死的,为皇帝效忠一生,才是大臣的最高境界,怎么能主动要求退休呢? 再加上,张廷玉还是个汉人,就更加觉得这个人太不忠心了。 这里要说一句啊,我们现在呢,经常可以看到乾隆打扮成汉人士大夫的画像,印象中呢,乾隆也是极力推崇汉文化的。 但内心里呢,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,乾隆对汉人有很大的偏见。 他觉得汉人心眼太多,不像满人那样对主子死心塌地。 乾隆一朝里的大臣也是满族人居多。 在张廷玉第二次请求之后,乾隆虽不情愿,还是答应了他。 后来呢,乾隆还在张廷玉的请求下,破例给他写了一个保证书,保证给他配享太庙的荣誉。 这其实是雍正许给张廷玉的。 配享太庙,就是大臣死后可以供奉在太庙里,而太庙可是供奉皇帝先辈的地方。 所以,这对于一个大臣来说,是极高的荣誉了。 按道理,皇帝破例深,臣子应该第二天亲自进宫贤恩的,但这张廷玉居然让他儿子代替他去。 这让乾隆觉得,我破例给了你保证,你还不亲自贤恩,是既不信我又不尊重我呀。 非常生气。 当天呢,乾隆就下令军机大臣赶快写旨,让张廷玉进宫当面讲一讲,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好巧不巧,在军机处当职的有一个张廷玉的门声,给他悄悄报信,让他小心一点。 张廷玉第二天天还没亮,就跑到宫里磕头请罪了。 这无疑是一个很蠢的举动,因为张廷玉进宫的那个点,皇帝的旨意还没发到他家呢。 他提前来了,明摆着告诉皇帝,你身边有人给我报信了,赤裸裸的结党信号啊。 乾隆把张廷玉痛骂了一顿,把他赶走之后,又花了一天时间写了一道预纸,公开数落张廷玉。 说,他要求皇帝写保证书,是不信任皇帝,三番两次想要退休回家,对新皇帝没有感情。 临走前还在皇帝身边,安插亲信,十分阴险。 乾隆把张廷玉公开数落一顿之后,又说自己一直努力包容张廷玉,这次斥责他主要是为了打击结党,并不是真要打倒他这个人。 他还说,张廷玉擅长的不过就是勤快谨慎,当个好秘书,俄尔泰还有平定苗疆的功劳,张廷玉实在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成绩,根本不配想太苗。 但因为这是我爸许给你的,就给你吧,你的伯爵是我疯的,我得撤回来。 最后,张廷玉只得灰溜溜地回了老家。 经过这么一折腾,张廷玉名誉扫地,什么也没老着。 依附张廷玉的人,也树到胡孙散了。 但有趣的是,张廷玉死后,乾隆又是给他示好,又让他继续配想太妙,显得非常宅心人厚,还写了一首怀念张廷玉的诗。 其中呢有两句的意思是,张廷玉虽然犯了错,我仍然让他以大学式的官嫌退休,等他死了,我还让他配想了太妙。 我对张廷玉如此保全,如果他地下有知,不知道会怎么感激提灵。 现在独来呢,真是有点讽刺了,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乾隆的政治手段,忽情忽语,把这样一个三朝老臣玩弄于鼓掌之中。 我们前面说过,乾隆刚继位的时候对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还是很依赖的,但当他逐渐成长起来想要独揽大权的时候,便翻脸不认人了。 如果说,一开始乾隆是在党派之间维持平衡,那么现在就是大力打击捧党了。 所以,看起来张廷玉的没落收场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,但实际上却是乾隆加强皇权下的一种必然。 接下来,第三部分我们再来看一看乾隆晚年的时候又遇到了哪些问题。 通过前面两部分可以看出乾隆政治手段很高明,也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,人口极大增长,平定了准嘎尔、新疆,解决了历代帝王都没能彻底搞定的西域问题,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版图,成就了乾隆盛世。 但你也应该知道,乾隆盛世并不持久,到了乾隆晚年的时候,盛世开始衰落,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大清崩溃的开端。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? 王朝兴衰的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,而这本书主要是从乾隆本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。 首先是因为乾隆年纪大了。 年轻时候的乾隆从早上五点钟起床,可以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,处理奏折、情报、大脑高速运转,从不疲倦。 但年纪大了之后呢,头脑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是清醒的,可以处理复杂的证事。 作者说,晚年的乾隆经历、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,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都没少。 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,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,老皇帝有些力不从心了。 生理的老化让乾隆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。 精力的不足让他改变了处理政务的原则。 以前明察秋毫的他,现在处理事情只图方便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 皇帝本人都不愿意声势了,地方大臣们当然更乐得高枕无忧,纪律松懈,这种风气呢,从上到下,在全国蔓延。 而且,乾隆做那么多年的皇帝,顺风顺水,他开始呢,有点骄傲自得,认为自己没必要再像苦行僧那样,严格要求自己。 所以,他也放弃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,开始放纵私欲。 一个典型表现就是,公开收受大臣们的进贡。 收到了满意的贡品,他还会进行评价,说这些贡品很好,告诉大臣们以后可以多送这样的,不要舍不得花钱。 这样一来,大臣们更不好好工作了,成天琢磨着怎么送礼讨好皇上。 而且,送礼得要钱啊,所以大臣们的贪污也就更加严重了。 作者认为,在君主专制下,统治者的心境改变,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。 而且,坏的影响会比好的影响更大。 皇帝的勤奋进取,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,最后抵达基层,可能也就剩下10%了。 然而,皇帝的松懈懒惰,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,抵达到基层会扩大10倍,甚至百倍。 更要命的是,乾隆晚年心态的改变,让大清措施了一个融入世界文明的机会。 这就要说到英国马加尔尼使团的来访吗? 英国人希望打开中国的国门,跟中国开展贸易往来,于是派出马加尔尼率领使团,打着给乾隆祝寿的旗号来到中国。 但这次来访并不愉快。 首先是中国传统的礼仪规矩,让英国人感到不适应。 清政府要求马加尔尼觐见皇帝时,必须要跪下磕头。 而在马加尔尼的头脑中,英国人是挺着腰板来到中国交流的,怎么可能下跪磕头呢? 这就让大清朝廷感受到了冒犯。 经过协商,最后呢双方各退一步,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,随众扶手。 这是双方的第一个矛盾。 第二个矛盾,乾隆对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抱有很大期待,但看到食物以后呢,非常失望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就拿英国人带来的地球仪举例,这个地球仪上,画出了英国发现的世界上的新地方和航海路线。 他们本来想通过这个,展示英国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。 但乾隆觉得,地球仪这东西,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,一点也不稀奇。 他对那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,根本看不懂,也没兴趣。 除了地球仪,英国使团还带来了天体运行仪。 这种仪器呢,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,可以直观地展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。 但当时的中国人却认为,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,所以也没有引起乾隆的兴趣。 英国人带来的礼品,完全没有激发出乾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。 毕竟,当时的乾隆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。 而且,乾隆也意识到,英国人打着祝寿的旗号来中国,其实是另有所图。 他们要求签订条约,允许英国人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口岸自由通商,还要求减税和免税政策。 这些要求让乾隆更加不约,干脆直接拒绝了。 由于任务失败,马加尔尼回国后说,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。 这为英国决定用武力打开中国,埋下了种子。 而大清这边也错失了开眼看世界,让中华文明奋起直追的机会。 好,到这里,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给你讲完了。 我们最后呢,简单来总结一下。 初登地位的乾隆,宽以待人,赢得臣民好评,又小心翼翼的防范,各方夺权的可能,稳固了权力。 乾隆十三年,孝贤皇后的去世,加上金川战争的不顺,让乾隆改变了统治策略, 对大臣从宽转延,严格整顿励志,取得了安定的政治局面。 但晚年的乾隆放纵私欲,官僚们的贪婪腐败之风卷土重来, 在英国使团来访的过程中,也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, 拒绝了马加尔尼,错失了让中国融入世界的机会,为大清的崩溃埋下了种子。 总体来看啊,乾隆虽然通过他高超的玉下之术,取得了稳固的政权, 但高度的集权让手下官僚丧失了主动性,官僚体制逐渐僵化。 他组织编写思库全书,营造出了文化兴盛的景象, 但同时大新闻自愈,让臣民失去了精神活力。 大清人口数量得到了极大增长,总体GDP很高, 但固执地拒绝对外开放,错失了改变国运的关键窗口。 作者认为,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国运的兴衰其实是由皇帝个人决定的。 要想国家发展得好,不仅需要皇帝历经图治的态度, 还需要他有开阔的眼界,能平衡各方的利益,做出正确的抉择。 一旦皇帝本人某一方面出了问题,那么整个国家的命运也会走向衰败。 就像马加尔尼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,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, 他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默, 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, 而他胜过临船的地方只在他的体积和外表。 但是,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, 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。 除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, 原书当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,值得一看。 比如,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感情到底有多深? 乾隆为平定准嘎尔做了哪些努力? 乾隆如何利用戏曲教育底层百姓?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,可以去得到电子书库搜索饥饿的盛世, 进一步阅读。 关于乾隆,听书里还有两本解读, 乾隆皇帝的荷包和马背上的朝廷, 讲的分别是乾隆皇帝的私房钱和他下江南的真实墓地, 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去收听。 好,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。 好了,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,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,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, 恭喜你,又听完了一本书。